如果开车时,这八个灯亮了,一定要立刻停车检查,先保命要紧 只要定期保养,车辆出现故障灯的概率很小,但万一有一天真的亮起,你也能知道它代表了什么故障 第一,发动机故障灯,发动机故障有大有小,大故障可能是零物件坏了,小故障可能就是燃油品质过低 但没检查之前都不知道什么问题,所以先停车检查,搞清楚原因 第二,ABS防爆死系统故障灯,如果在湿滑路面紧急刹车时,没有ABS介入,非常容易造成侧翻,方向不受控制的情况 第三,刹车故障灯,刹车的作用就是不用多说了吧,称它为汽车上最重要的控制装置,都不为过 第四,散热系统故障灯,发动机冷却系统出现故障或冷却液水温过高,如果冷却液漏光,只需要20分钟就能导致发动机拉缸或报废 第五,电瓶故障灯,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发动机坏了,或者发电机皮带断了,不仅如此,还会导致助力泵不工作 第六,机油故障灯,机油的作用是润滑发动机内零件,如果发动机的润滑系统不工作 同样也是20分钟就能导致发动机零件磨损,导致发动机报废 第七,转向助力系统故障灯,一般这个故障灯亮起的同时,还会伴随方向盘沉重,异响,抖动,不回正的问题 第八,胎压警示灯,代表了轮胎漏气,胎压过低 90%的高速暴胎都是低胎压导致的 开车的容错率是0%,所以这些故障灯亮起后,千万不要去堵它,只是小故障 第七,转向了回头